欢迎来的姐妹 今天的四兄金句是 《将我们的一切罪恶投入海底》 《米该亚先之书》 七章十九节 说到投入海底 没多久之前 就发生了这个珍宝海鲜房事件 其实说起珍宝海鲜房 自己都有些情感 因为我住在四人修远 看上去这个香港仔避风堂 就时时都见到这个珍宝海鲜房 因为它很大又很漂亮 很特别 拖走的时候都有一些失落 那几天还听闻 他沉了南海 真是很不开心 不过《米该亚先之》告诉他 我们沉下去的不是那些什么海鲜房 而是我们的罪恶 而且不是我们整沉它 是天主将我们的砌罪恶投入海底 特别是这个古代的社会 海底是去不了的 他们又没有潜水艇 又没有潜水的装备 没有可能进去海底 即是说是天主主动地 将我们一切的罪恶 完全放开一边 忘记了 其实在《米该亚先之书》 今天我们读《独经》一 他一定会再怜悯我们 将我们的邪恶踏于足下 将我们的罪过投入海底 对戀 说出天主对我们的怜悯是多么大 又或者可以说 另一个角度来说 天主是多么善亡 他的脑退化是多么严重 我们就明白了 为何他叫我们 要宽恕日七十个七次 因为 Forgive is Forget 他不记得 所以就叫我们宽恕 但这个更加在耶稣身上 天主在耶稣身上 让我们更加清楚看到这一点 就是当耶稣復活起来的时候 他忘记了 门徒离弃过他 八多六 否认过他 甚至叫门徒做什么 是他的兄弟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 等我们去办告解的时候 可能很多次 很多年 都是说类似的罪 但是各位兄弟姐妹 不要紧要 因为天主是不记得的 天主一早就宽恕了我们 而很多次 是我们自己宽恕不了自己 让我们仍然去办告解 仍然去寻找他的宽恕 体会他的怜悯 深深地相信什么 相信他的慈悲 他的怜悯 他的爱情 永远大过我们的罪 因为他 要将我们的一切罪恶 投入海底 米该亚仙之书 七章十九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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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